我先生等了我很久 對不起 老公 你要繼續犧牲 我樂意為香港的市民做這個犧牲 做競選 都是要將私生活放在別人面前 我已經做得很少了 所以我先生是主動的 不是我叫他寫的 他主動說你有競選的網頁 當日是情人節 不如我寫一篇 掛上去 當作支持你 他就寫了一篇 有些人時候就說 情人節 為何結語說一國兩制 為何不是說一生一世 我在這裏要和我先生平反 第一是整篇是他寫的 並不是有人用政治正確的角度 幫他改寫 為何最後是一國兩制 因為他覺得 唯有去到 去維護一國兩制 讓香港能夠繼續穩定繁榮 他才願意給我 他的妻子 再去做這五年的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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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